尤其是近幾年 每一次演出的機會 我都覺得是我最後一次 有很多你根本計劃不了的事情 它會發生的 你永遠都是不知道的 那我覺得算了 不要想那麼多 其實應該是每一次的演出 都當作最後一次 我自己很珍惜 我一直想做這件事 想做一個婚姻題目 因為我那時在英國看 那是一個細劇場 那個女人應該是五十多歲左右 她老公剛離世 然後她怎樣去度過 她怎樣認識她老公 生兒子 結婚 到她老公生病 很好看 又笑又哭 我簡直是覺得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像這個女人那樣 做到一個這樣的表演 我有一個這樣的份量 坐在台上 她就算不出聲 我都想看著她 寧願說去旅行 得我聽的 她都 撩到我多少 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出來給觀眾看 其實這件事都 多得她 因為平時我個人 是有點害羞 不信 可能很多人 之前對我的印象 都是 我可能比較正經 她的樣子 她的樣子很兇 氣場很大 不是很膽 跟我說話 譬如我今次在台上 那一面 可能只有我老公 又或者是很熟 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 才會見到我這一面 她就把我這一面 拿出來放在舞台上 但我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她說又看到另一面 我是沒有見過的 她們 我都不知道她們看到什麼 可能鬼上身 其實上一次 聖河西謀散案給我的經驗 是很好的 因為 我記得我在做的時候 我是完全感受到 台下 每一位觀眾 她們的情緒 所以我覺得 這種感覺 是好像她們跟我一起呼吸 好像她們被我吸住了 而我又被她們吸住了 她們專注 我更加專注 所以這種同呼同吸的感覺 是很珍貴 是電影和電視都沒有 那到今次獨腳戲的時候 我發覺這種 跟觀眾直接溝通的感覺 更強烈的舞台劇 因為獨腳戲 你沒有對手 而觀眾那一晚的反應 她是會幫助到我 那一晚的演出 簡直是 譬如她們那晚反應正 她會令到我做到一些 我連之前 可能以往沒有做過 排戲 沒有出現過的東西 她會自己出現 所以原來獨腳戲 跟觀眾的那種 距離和溝通是更加厲害 更加直接 更加緊密 很感動的 當你借幕的時候 你聽到觀眾給你的掌聲 很感動 那一刻你不會忍得住 我相信 因為當你做的時候 你會知道她們是否享受的 而其實那兩個半小時 大家一起很享受地去度過那兩個半小時 不會坐著看電影的時候 不會想到這個生活上有什麼煩惱 不會想到什麼其他事情 就是全程投入在那個戲裡面 到完成之後 大家很開心 我很開心 我看到她們這麼開心 我很開心 我很開心 唉 她們還說買樓 今晚會不會哭 其實買樓 哭的賠率是很低的 其實我覺得婚姻這件事很有趣 首先我自己是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的婚姻 它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而婚姻就是 它將兩個不同背景 沒有血緣關係 我們那個童年的環境 完全不同的人 擺在一起 而她們一起建立一個家庭 她們成為了親人 大家在那裡互相生氣 互相憎恨 互相片來片去 結果去到最後 白頭到老去 另外一半 其中一個早就 那我覺得其實都很美麗 大家互相的空間 互相的尊重 包容 說出來很容易 做出來很難 原來是需要時間的 原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劇本 有一件事 就是 它有一件事挺好的 其實它提醒了一件事 就是 在婚姻裡面的幽默感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兩夫妻一起久了 很多事情都很熟 跟那個人 我覺得有什麼好笑 她真的很噁心 她很老套 有什麼好笑 其實不是 其實幽默感很重要 一段夫妻關係 我去到排練室 每天就是對著林奕熙 林奕熙 每一天我去到 她都是 她都是 她沒有表情 真的沒有表情 因為有些人 可能在壓力底下 她會很好笑 但我個人是很壞 如果我不放鬆的話 我就 什麼都做不到 就算演戲也演不到 我就要想辦法 讓自己放鬆 真的忍不住問她 林奕熙 究竟這麼黑 我真的有這樣問她 她說 很黑嗎 我 對不起 其實我在想 原來她在想 她一直在想 劇本如何改 那個挑戰 就是在這裡 就是 林奕熙很流行 因為他們瘋喪子女 每一次都很流行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管 就先賣了票 其實也有很多瘋喪子女 因為這樣而賣了票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是我做的 也不知道 是一個獨腳戲 我看到一個 IG給我的評論 就是 她說 她是其中一個瘋喪子女 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的時候 就賣了票 但後來公佈的時候 就知道是田睿尼做的 一個獨腳戲 她很生氣 知道我之後 她覺得她被林奕熙騙了 因為她覺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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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錢看紫華神 做獨腳戲 就說 我看田睿尼做獨腳戲 她帶著一個很生氣的情緒 來看我 帶離婚日的妻 怎麼看完之後 她說她覺得值回票 她很開心 其實我都覺得我是未夠的 不會有完美 不會有一個演出是完美的 就算一個好的演技 不好的演技 或者你拍的戲 一套好的戲 不好的戲 你在裡面都會得到很多東西 而那樣東西呢 是你自己擁有的 擺在你裡面 到你下一次再演戲的時候 咦 它不其然 原來已經融入了 進去你那裡 其實那種累積就是 做咯 試咯 不要怕輸咯 不要怕仰衰 就是做了它 試了它 不行不要緊 起碼又試咯 你有沒有洗劇 嘻 我一直都其實很想 不過我真的很懶 我想我做完這個舞台 我想我做完這個獨腳戲 應該要先休息一下 我老公有一天跟我聊電話 他說 很累啊你真可憐 我說你真的很累 他說你做完這個戲 要休息幾年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真的要吧